大家好呀,为了不再有人被个别黑心龟伤蒙蔽 这期视频就讲讲很多朋友最新追求的墨龟究竟是什么 很多小伙伴可能会有点不满 这种常识问题还用你讲吗 再说你前段时间不是刚讲过 我看你小子就是想水视频糊弄大伙 其实不是这样的,视频最后我会说明原因 闲言少叙,咱们这就开始 墨龟一般指的是成年墨化的公草龟 而墨化就是公草龟性成熟的标志之一 整个过程十分漫长 从龟苗到完成墨化 大概需要8到10年 破壳之后的草龟苗多数呈现一种黑灰白结合的混合色调 有些卖家会把里面比较黑的个体挑出来说是墨龟苗 将来能培养成大墨龟 但真相是不管再黑的草龟苗 也会慢慢变成棕红色 其中的母龟以后基本就保持这个色调了 而公龟则随着性成熟的到来逐渐墨化 一般从眼睛开始慢慢的全身变黑 这是网上搜的墨龟美图 这是龟友自己养的墨龟 比较真实 长这样 还有的墨龟黑的并不彻底 或者还没完成墨化 但大概形态是类似的 墨龟指的只能是成年墨化的公草龟 品种不同不行 有些上了年纪的公巴西龟也会变黑 但不能卖真正墨龟的价格 性别不同也不行 有些亩草龟壳是黑色的 这是龟友分享的黑壳亩草 但这依然不能叫墨龟 还有的小伙伴表示确实有四只头尾也是黑色的大亩草 只不过非常罕见 这个我没见过就不乱说了 小伙伴们自己也要端正心态 多在饲养的过程中体会乐趣 不要过分追求品种和品项 总之希望大家能擦亮双眼 不要让个别无良卖家有可乘之机 视频的最后解释一下自己为什么相同的内容又讲了一遍 主要是现在很多朋友更喜欢看超短的视频 接受非常碎片化的信息 稍微长一点 有一点铺垫的视频就不愿意看了 比如我上次发的那个墨龟骗局的视频 明明里面就有对墨龟的科普 可依然有不止一个朋友质疑我为什么不顺便讲一下墨龟 原来很多人根本就没耐心把视频看完 而恰恰是这些朋友最容易上当受骗 所以我不能再像之前一样跟写作文似的 启程转合的慢慢铺垫 只能再出其视频 开门见山直接开讲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些朋友会询问我之前讲过的内容 我一般会直接把那期视频的链接发过去 或者告诉他在哪里能找到 但就会有人不满意 可能是觉得我有架子了 说我不厚道之类的 因此以后相同的内容如果询问的多了 我还会再出一期 当然我肯定会加入一些新内容 绝对不会照搬 这点请小伙伴们放心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一键三连加关注支持一波 咱们下期视频见吧 再见